34年前 一部经典电影《监狱风云横空出世》 堪称监狱片的开山鼻祖 某半评分高达8.4 在1988年的金像奖颁奖奖典礼上 周润发以自己主演的《监狱风云》 《龙虎风云》 《秋天的童话》 三部影片 同时提名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就在第二年 编剧马上创作了一部女版《监狱风云》 名叫《女子监狱》 评分同样高达7.2 郑玉玲演周润发 夏文吸引梁家辉 难以想象 那个年代的女子监狱也是一样的可怕 女球进入监狱的第一天 就要进行粗暴体检 让你怀疑人生 一个水缸装满牙膏牙刷 毛巾香皂 用来刷牙 也用来喝汤 一个月只能用一卷卫生纸 每天最多只能用八格 卫生棉一个月只有八片 医生还特意警告女球 第一天用两片 以后每天一片 如果弄脏了裤子就要扣分 分数扣完就推迟出狱 入住监狱的第一天晚上 就会被比容嬷嬷还要狠一百倍的帮派大姐 用烧红了绣花针 在手臂上绣上帮派的标志 为了让女球消耗精力 每天都要强制运动 你以为这是减肥天堂 那就来错地方了 歹毒科长总会无缘无故的刁难你 看到你那张脸我就一动自火 阿惠是监狱新来的囚犯 他为什么会进来 还得从他结婚那天说起 原本是高高兴兴的婚礼 没想到老公突然让他取下身上的经营首饰 原来老公和别人赌博输了钱 债主找上门来 老公其实是个有为青年 只是现在太年轻 大家可能没认出他是任达华 老公一走了之让婚礼推迟 而阿惠的母亲非要把经营首饰追回来不可 债主才不管那么多 一脚踢开母亲 又将阿惠推倒在地 母亲冲上去理论 又挨了一耳光 恼羞成怒的阿惠举起石柱砸倒对方 他也因此被判入狱18个月 监狱新来的典狱长为了方便自己管理 纵容歹毒科长跟残暴山东婆勾结在一起 打压狱中女霸王白姐 光天化日之下山东婆故意来找查 两人一言不合就开打 瞬间发展为群殴 还好女人打架只是下毛毛雨 很快就被狱警摆平 典狱长盘问是谁先动的手 阿惠是个倔强的梗直女 此刻还不知道江湖的险恶 直接指认是山东婆动手打人在先 白姐是自卫在后 这次仗义直言让白姐对阿惠刮目相看 可她的苦日子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当天晚上山东婆就开始打击报复 一起朝熟睡的阿惠扔拖鞋 阿惠才不是一个任人欺负的小姐姐 是谁丢的 站出来 顶做一些鬼鬼祟祟的事 真是一个缩头乌龟 山东婆马上带人围殴阿惠 还好被值班预警发现 才幸免于难 第二天 科长强行要求阿惠去搜身房 这里面肯定有鬼 阿惠不想去 可是不去就要被扣分 她只好根据指示依依照做 脱光所有衣服 这明显就是要给她下马威 次日山东婆又故意将盘子扔在水池里 浸了阿惠一身的水 还在一旁放肆嘲笑 阿惠实在想不明白 她是近来改过自新的 为何要遭受如此不公对待 把委屈都撒在旁边的宝儿姐身上 此时点狱长巡视 问大家有没有投诉 阿惠马上举手 我在这里被人欺负 就是她 阿惠本以为能出一口恶气 可宝儿姐不敢为她作证 点狱长 我什么都没看到 你说谎 如果宝儿姐不说谎 自己的儿子就要遭殃 阿惠并没有等来点狱长的正义 只是等来了一句 要少说话多做事就不会有麻烦 但是麻烦并没有停止 当天晚上 山东婆又突然叫人将阿惠蒙起来 噼里啪啦地暴打一顿 宝儿姐看到了这一切 却躲在一边不敢说话 山东婆每隔几个小时折磨她一边 让她根本没法睡觉 这地方是没法再待下去了 垃圾车每天都会来一次女子监狱 阿惠趁没人注意 悄悄爬进车厢藏起来 小龙觉得很好玩 也偷偷爬了进去 等垃圾车开出监狱之后 阿惠才发现 身边有个男孩 一路上不断有垃圾倒进来 小龙背吓得哇哇大哭 眼看车袋子就要完全关闭 阿惠赶紧抱着小龙爬上车顶 原本她已经越狱成功 但是她担心小龙会出什么意外 只好大喊老司机停车 把小龙安全带回了监狱 歹毒科长二话不说就给她一耳光 随后又指使山东婆去洗手间收拾阿惠 虽然双方身材敦位悬殊 但是阿惠毫无畏惧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山东婆将阿惠死死摁在水里 再拉起来一巴掌 朝着肚子背脊狠狠几拳 阿惠一招降龙摆尾 没有摆到位 反倒被对方逮住小腿 放倒在地上 又是一顿疯狂输出 却不知阿惠逮住地漏 朝着对方的脸上猛刮 再一鼓作气 将对方顶入洗手间 山东婆沉浸在破相的痛苦中 失去了战斗力 阿惠将几个月来受的屈辱 化作核动力全部释放出来 打得对方完全没有还手的机会 最后就像某位普兴硬汉说的那样 在厕所里抓住 就淹死在厕所里 阿惠在本次女子监狱 自由搏击赛中大获全胜 可惜最终 还是被逮毒科长一棒子敲晕倒闭 进了医院 医生检查发现 小慧竟然怀孕了 要不是为了救宝儿姐的儿子 她早就逃出去了 可宝儿姐是山东婆的田狗 不值得她救 其实宝儿姐也有苦衷 都是第一次做人 谁愿意做缩头乌龟 她忍气吞声 也是为了方便照顾儿子 自己被折磨也就算了 可儿子是无辜的呀 儿子在监狱里出生 还要陪她一起坐牢 她这个做母亲的 还能为儿子做什么呢 阿惠不希望 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在监狱里出生 于是在那个暴雨天气 一个人在篮球场疯狂撞自己 就是不想留住孩子 白姐担心出什么意外 赶紧带人过去 将她强行抓回来 阿惠不想见老公 要不是老公 她也不会入狱 宝儿姐讲起成年往事 她老公虽然是个坏人 但是为了保住 她肚子里的孩子 宁愿让自己重大而亡 那个男人 是真心的对你 你又何必计较 她以前的过错 阿惠终于同意去见老公 她质问老公 为什么要去赌博 阿惠和老公是真心相爱 可阿惠母亲要求女儿 非老板不嫁 不仅要巨额的彩礼钱 还要办几十桌酒席 为了在一起 老公只好假装自己是老板 可彩礼钱借的是高利贷 为了赶紧还钱 老公只好去赌 才会有债主催债阿惠入狱的事 是我害了你 让你受那么多的苦 你是个男人 不该流泪的 老公请求阿惠原谅 她会改头换面 努力工作赚钱等阿惠回来 阿惠也终于告诉老公 自己怀孕了 魏良 你好好敢为我挣口气 可是在女子监狱里 阿惠能保住自己的孩子吗 霸道的山东婆从未放弃作恶 小龙只是说了一句 她是花脸猫 就被她强行淹在水里 宝儿姐被吓得大叫主管救命 要不是胖主管及时出现 不知道会出什么意外 宝儿姐畏惧山东婆的淫威 山东婆让她过去 她也只能乖乖过去 反而是小龙比较有骨气 说什么也不过去 白姐忍不住说 宝儿姐是墙头草两边倒 你你爱龙龙 怎么会有你这种妈妈 不仅宝儿姐 女子监狱里的人 无不畏惧山东婆 只因她长得并不友好 而且还是科长 和典狱长的狗腿子 但是威武的白姐 才不会怕她 一场属于他们之间的大战中将爆发 女子监狱的白姐带着四个姐妹 去厕所找山东婆单挑 对方人多示众 白姐毫无畏惧 打仗从来靠的不是吨位和数量 靠的是勇气和决心 可她很快就发现 这一套在女子监狱根本行不通 你很会打吗 会打有个屁用 出来混要有势力 要有背景 山东婆的背景就是残暴科长 看到背景来了 山东婆赶紧给白姐一耳光 科长也不打别人 就是专门暴击白姐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针对她 为什么只打我一个 不打山东婆呢 眼狱长才不管那么多 直接让医生给她打震禁忌 让她失去反抗意识 阿辉实在是看不下去大吼道 白姐因为反抗不公 被多次强行打针 打到最后连吃饭都不能自理 如果她一天不签认罪书 就一直给她打针 好在女子监狱的姐妹都很讲义气 阿辉负责在外面站岗 偶尔姐躲在厕所里 像照顾儿子一样给她喂饭 但是残暴科长最见不得姐妹情深 如果阿辉继续帮白姐 就要把她送去小黑屋 阿辉已经忍科长很久了 不想再忍了 直接奉上含妈量极高的话语 随后又直接向典狱长控诉 她只不过是帮一下育友 就要被关小黑屋 她想要向上级投诉 却被强行阻止 在这里就连女性用品都要限制 剑红就要扣分 扣分就要增加坐牢时间 在这里一个月只能用一卷卫生纸 用完之后就只能用手 我看这里不是监狱 简直是监狱 你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 白姐也拒绝签字不向恶势力低头 被一次又一次地打针 还好由宝儿姐照顾 直到最后 阿辉在小黑屋刻下无怨无悔的字样 把心中的怒火强行压下来 再难吃的牢饭也要吃掉 毕竟她已经怀孕 日子一天天过去 阿辉的肚子慢慢大起来 她终于走出小黑屋 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 而白姐也放弃了抵抗 不想被折磨得人不忍鬼不鬼 终于在认罪书上签字 向恶势力低头了 阿辉还有几个月就出狱了 宝儿姐拿出压箱底的存货 给阿辉补充营养 原本暗淡无光的牢房 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光景 可歹毒科长又和山东婆 在一起搞事情 也明要见阿辉 阿辉毫无畏惧 挺着大肚子去谈判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真替她肚子担忧 还好这天有个妹子越狱 触发了警报 其他女球被全部关进食堂 歹毒科长故意推倒身怀六甲的阿辉 白姐实在看不下去 要和科长正面刚 而山东婆竟然诅咒阿辉流产 同为女人 怎会说出如此歹毒的话 白姐上前理论 却被山东婆一耳光打倒 战火一触即发 气氛组成员全部到位 手拿塑料杯子猛敲桌子鼓舞士气 气氛都烘托到位了 不打已经不行了 山东婆给白姐一个过肩衰 他们看起来还勉强向男人干长 其他选手就打得比较女性化了 场面一度逐渐喜剧化 比如这个短发妹攻击对方凶器 对方就将她摁在板凳上 要挤屁股做死她 嘴里还问 傻不傻 傻不傻 歹毒科长挥舞锦棍乱弹烂法 很有杀伤力 女狱警上前阻止 被乱被打出 只好把监狱大门锁上 而姐妹们也从未如此团结 从里面将牢房死死绑起来 阻止更多狱警进来 此时属于白姐和山东婆的争霸赛 已经来到尾声 山东婆取得压倒性胜利 死死将白姐控制起来 没有人敢上前帮忙 唯独宝儿姐的儿子小龙 上前死死揪住对方头发 可还是被山东婆一驼子打晕在底 宝儿姐为了儿子冲上前去 对山东婆一顿疯狂输出 歹毒科长赶紧上前帮忙 强行拉开白姐 可怜的宝儿姐被山东婆 先是扔出去砸桌子 又被扔出砸凳子 被逼到了死角 山东婆手握玻璃碎片 要对她下狠手 原本就要快生娃的阿辉 看到这一切后 命令附中儿子先回去 只见她举起凳子冲过来 将山东婆砸倒在地 山东婆爬起来 准备对快要生娃的阿辉下手 宝儿姐赶紧一把 抓住山东婆的头发 一波洪荒之力在手 将对方的头皮都扯下来了 山东婆疼得全身发抖 彻底败下阵来 另一边 歹毒科长仗着自己手上有武器 追着白姐一顿毒打 天无绝人之路 白姐也捡起一根警棍 准备受死吧 小可爱 歹毒科长以为白姐不敢动手 白姐连续输出 打的就是你这个仗势欺人 欺软怕硬的泼妇 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 为所有人出了一口恶气 最后再来一个 从头梁到尾的爆口 其他育友的怒火也被瞬间点燃 向点狱长发起挑战 点狱长马上下令头放烟幕弹 可怜的阿辉 孩子马上就要生了 哪里受得了这糟糕的空气 白姐劫持歹毒科长 威胁点狱长 必须让署长来见他们 阿辉眼看就要生了 但还是告诉白姐千万不能开门 不然他们就见不到署长了 点狱长又在宝儿姐身上动歪心思 如果宝儿姐能打开门 就马上送她儿子去见医生 宝儿姐为了儿子 一开始是想开门出去 她在这里忍气吞声七八年了 你们老实利用我的儿子来逼我 强迫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 这一次老娘不想再忍了 这里只有阿辉有生产经验 在她的帮助下 阿辉平安生下一个男孩 而署长也乘坐直升机 紧急来到女子监狱 不仅为大家主持公道 还承诺要改善这里的环境 大伙踏着歹毒科长的身体 庆祝属于他们的胜利 宝儿姐的儿子也醒了过来 最终点狱长被开除 追求公平公正的胖主管 接替了她的位置 阿辉带着乖巧儿子平安出狱 诸多好姐妹前来相送 老公改过字新混的不错 一起来迎接阿辉开始新生活 阿辉临走前嘱托白姐 白姐不要再争了 很多人都搞不懂 明明都已经坐牢了 还有什么好争的 其实监狱就是个小社会 这里有认死里不肯低头的阿辉 有讲义气不肯服软的白姐 有残忍霸道的科长和山东婆 还有善良隐忍的宝儿姐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争动 有压迫就有抗争 男子监狱如此 女子监狱也是一样 监狱如此 外面的社会何尝不是这样的 香港电影《女子监狱》 拍摄于1988年 是34年前的老电影 无论是剧本冲突 还是电影人物刻画 都算得上那个时期的精品 即便是现在看来 还是很有观赏性和代入感 至少比现在的某些鲜肉影视剧 耐看不少